哎把这个骨头也都刷上油 就好看了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这叫熏咱样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把鸡腿 还有这个尾骨啊都下锅 旺火烧开 再赶成小火啊 这叫打水烧 开锅三分钟 好了 时间到 朋友们看一下啊用这个清水清洗一下 冲洗一下就可以 放到盘子里 看一下啊 把勺热一下 把冰糖下锅 油热为大一点啊 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 葱姜 花椒大料白芷香叶下锅炒一下 得炸出香味下火才好 哎这个程度就可以了看看 现在呢把这个 把这个 烤至上色 烤至上色 烤入黄油 这样增香 加入酱油 酱油呢要多放啊 两次放那六十克 一两多一点 烧开锅啊 咱们再调口 开锅有三分钟了 这些盐稍微少点啊 再来点 手上的重一点 再看一下 这个汤的颜色现在不行啊 加上点这个红曲红 就是红曲粉提炼出来的精华啊 看看放上颜色就上了 看看这个颜色 非常不错的了 香料啊 这么打出来 这么样 往里面放 大骨头在这个锅里 煮上半小时 三十分钟啊 再下入鸡腿 鸡腿开锅 十分钟 再焖上十分钟 就等于 四十分钟啊 好了 来看一下 下锅 接下来 咱们在这 把这个 干豆腐卷 咱们用刀工处理一下 这是一共是四张 这边留住的六公分 切开 先拿出来两张 这样 卷 这样 这样啊 拧一下一个劲儿 看 这样啊 用肠一酸就行了 这个叫佛手卷 不用记得很结实啊 缠上一道 再来一道 记上个扣 就可以了 完活 来 朋友们 时间到 肉的颜色还挺好 看一下啊 把这个 鸡腿 这样插几个颜 便于入味儿 再少加上一点汤 汤少 十分钟 看一下鸡腿的颜色 熏一下还要上色呢 再加汤 这回呢 就叫八分口了 往里加鸡精啊 调一下鲜口 五分钟 然后关掉火 焖上十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啊 鸡腿还有这个 猪骨头 时间再长点容易脱骨了 这个鸡腿 干豆腐呢 继续 咱里头入味儿啊 把火换掉 十分钟就好了 咱先看啊 一步一步来 调这小火啊 大一点火 这样 放上这一个 锡质 放上五骨粮 它茶叶啊 大米姜米小米 高粱米啊 都可以 先加糖 为什么放五骨粮呢 它这个糖 一糊的它能上的腌 有腌呢 就发苦 放上五骨粮 也苦 但没有那么苦了啊 缓解一下苦味儿 所以呢 放着这个五骨粮 让它上了腌啊 一会咱们再看 好呀吗 看啊 放一下气啊 放里面的那个凉气啊 腌上来了 这样动一下 哎 好了 这样才上气的话呢 那腌直接往这个上面就走上来了 哎 这样 现在呢 余下的时间 看我进来干活啊 这样放到盘子里 往中控一下汤汁 现在随从呢 我们还是看这块啊 现在呢 要是上全了 加上一分钟 现在就可以了 关了火 加上点香油 再拿点用过的色拉油 二合一油 现在打开锅盖啊 锅了火 焖了五分钟 看看刷上油就好看 正亮正亮的 把这个骨头也都刷上油 就好看了 我强调一下啊 无论是肉还是这个 干豆腐 必须摸到这热乎烫手 换句话说 必须要四十度以上 这样抖了抖了 做做行啊 搏手行 这样抖一抖 看一下啊 一分钟了 关上火 就这样五分钟 然后呢 刷上香油 就可以了 来 朋友们 时间到 看一下这个颜色啊 这个底色上的好 上面一熏就上色 这样就行了 朋友们 这几个菜啊 都相当不错 最关键的是 这个菜 这个菜才漂亮 来 朋友们 来看一下啊 这个颜色 汤汁的颜色 这还有个没进去的 你看看这个颜色 喜欢哪一种 你就调哪一种 你看 喜欢这 哎 这个地方 你就别加 那个红曲红了 啊 这个 火手豆腐卷是最好吃的 啊 其次是肉 买一口 软滑 木薑 肉类好不好吃 好吃 注意一个事 时间要夹好 你看它 半小时 给下它 40分钟 拿出来 这个 给下锅 再开锅5分钟 再闷上10分钟 都让它入味 你说这个味啊 它是贴得平的 不然的话 他妈仨 这两口要是正好 这个是厚香不咸的 要不呢 这味就调快分去 所以呢 调的时候按顺序去调 好了 今天呢 这个菜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 好 好 好